文英九今早會召開會議尋求對策 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 入夜之後 繼續有大批的學生和民眾 在立法院外面聚集 聲援抗議行動 學生和讀營人士 仍然佔據立法院的議事廳 在台灣的八九學運領袖 王丹和吳爾開戲到場 也有在台灣讀書的香港學生 聲援的人越來越多 除了大學生和高中生 幾十名大學教授也加入 又在現場講課 我們是讀政治法律的 就是讀政治法律的精神 所以就很支持 我們來這邊聲援這裡 抗議學生要求 馬英九總統和立法院長黃金平 在星期五中午之前回應訴求 他們說如果沒有回應 將有下一波的行動 立法院長黃金平沒有回應 會不會跟學生會面 但就說為了學生的安全 不會強行驅逐 希望學生們以及抗議的民眾 大家都保護自己的身體 維護自己的健康比較要緊 不要因此身體受到損害 總統府發言人晚上表示 馬英九總統會在星期五上午 召集副總統吳敦義 立法院長黃金平 和行政院長江儀華開會 尋求解決方案 有傳說馬英九說肯定學生對於公共議題的熱情和投注 認同他們的出發點 但認為民主的果實得離不義 堅持法治是政府絕不能動搖的基本立場 無線電視駐台灣記者歐國強不道